想要开智慧必须要从心下手 心开则易解 对于凡夫无止无尽的起心动念 凡一面生起就用一面来降服 法定法师形容这样的对治方法 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众生容易被欲望所牵引 都是因为缺乏智慧 而自信的清晴智慧人人皆有 只要找到新法就能开启 所以说一切经典里面 开启乐 要开启的奢势是搭责 那如果那个策略 就是治肥 用搭责打肥这个清晴什么治肥 这样哪有可能开启 所以说担母祖师 他把这个法 把这个三法传到中国的中间 在南那个山洞里面一直打坐 当时人家把他称为 那个闭闭的一个婆罗门 闭关婆罗门 面向着墙壁的婆罗门 那他在那邊幹嘛 打坐 入森定 因為一個人如果有打坐入森定的話 他內心就沒有 欲望 沒有煩惱 沒有妄想 所以你的心能夠達到 你的心能夠降伏其心 就金剛經裡面講的 一無所至 我生其心 一無所至的意思是說 你的心不要去執著 應該不要去執著 反六斤對六臣 六斤對六斤 這些社生香味觸法這麼境界 你的六斤如果不去執著 這些外面這麼境界 就要你心裡要進行清淨心 清淨心就是什麼心 借定會三無漏學 是學佛開悟解脫的要點 而定學與會學 可以透過禪修的方法來下手 來改變我們的根本煩惱 法治新聞吳永曲高雄采訪報導 我們下手 在訪問你